说起乒乓球界的CP 那孙颖莎和王楚清 这对莎头组合绝对是甜到后的那种 最近他俩在一次直播里又同框了 粉丝们那叫一个激动啊 直播里莎莎和大头互动的那叫一个欢 特别是王楚清 那情商简直了 莎莎有点小情绪 他一下子就给化解了 那晚直播 莎莎为了满足粉丝要求 居然现场来了个螃蟹布拉伸 你猜怎么着 王楚清一看就乐开了花 笑得嘴都合不拢 简直比过年还开心呢 粉丝们看了都说 哎呀 王楚清这真是爱莎莎爱到极致了呀 在体育圈里 运动员之间的互动那叫一个精彩 就拿莎莎和大头来说 他们俩的日常训练 简直就像是一部有趣的恋爱喜剧 有吵闹有甜蜜 看得人眼睛都离不开屏幕 在训练的时候 莎莎死脑筋的一位打高球 结果大头一下就给拍死了 这可把莎莎给整尴尬了 站在那愣了足足两秒钟 然后拿着球拍一甩 头也不回地走了 还撂下一句 不跟你们玩了 这事儿就像小孩子闹别扭似的 训练场上这种瞬间可多了去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莎莎可能觉得自己没错 结果大头还来一句火上浇油的 还觉得自己是在浇莎莎怎么打高球 从这个情况看 那俩人各有各的脾气 莎莎就是那种输不起的 而大头他还没察觉到他那句话已经把莎莎气得不轻 咱们平时打交道也是这样 有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能把旁边的人惹毛了 换作是你 你也会像莎莎那样直接走人吗 莎莎一走 大头就慌了神 他突然觉得自己可能说错话了 莎莎站得离球仪有点远 大头赶紧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嘴里还一个劲地说 我错了 我错了 这场景简直就像小情侣吵架 一个生气地走了 另一个赶紧追上去求和 这时的大头 那股刚刚打完球的得意进早就没赢了 这在体育圈里可真是少见 这事儿很明显 大头对莎莎的心情超级看重 他不想因为这点小破事儿就跟莎莎闹得不愉快 他更愿意他们能像以前那样开心地训练 那你们说大头这么宠着莎莎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网友们都开始热议着各事儿了 有些人觉得莎莎这么做不对 毕竟大头可是她的老师 不过大家也都能看得出 他们俩之间可不是一般的队友关系 那种互动透着一股特别的亲近感 娱乐圈里明星情侣们也常常这样 让人家看着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各有各的看法 有人能懂莎莎为啥那么难受 毕竟训练时候书球再被说两句 心里头能好受吗 这不就跟咱们上班或上学时 被指出错处一样 心里能痛快得了 那说到网友们各种说法 你更觉得哪种说法对 画面里大头逗妹宝那场面可热闹了 妹宝围了躲球 搜的一下就跑出了自己那半边场地 大头那家伙也不闲着 死死地跟着 结果球直接飞到了莎莎的屁股上 大头立马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腮帮子鼓得跟个皮球似的 还假装嘴里有球 这场景真是太逗了 能在训练场上遇到这样轻松的时刻 真是太难得 这视而能看出来 他们俩处得挺和谐 莎莎和大头闹过小别扭 但这点视而可不影响他们整体的好关系 咱身边是不是也有那种闹腾腾却感情贼好的朋友 莎莎那闹脾气的小把戏没持续多久 她自己心里也明白是错了 可她就是拉不下脸来直接道歉 只是用葡萄牙式的眨眼来表示自己认了错 大头一看就明白了 俩人又跟没事而人似的和好了 这感觉就像是俩人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默契 跟训练场上那些普通队友的感觉不太一样 这表明他们俩对彼此的性格特别熟悉 在很多的关系中 要能长久的相处 就得有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那你是不是也跟别人有自己特别的一套交流方法 大家都巴不得他们生活里 事业上都顺顺当当的达到理想境界 日子过得和和睦睦 事业家庭都能大丰收 跟那些明星夫妻似的 大家都盼着他们能一直甜甜蜜蜜的 他们那套互动方式 不管是体育圈还是其他地方 都让人感觉又暖和又好玩 王楚清和孙颖莎这对拼弹金童玉女的感情戏码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啊 听说这两位国拼主力最近的动向可不简单 王楚清竟然拿到了编制 这背后的水可深着呢 要知道孙颖莎能打到今天这个地位 靠的可是实打实的实力 可在乒乓球界 金护鲁三家可是独霸天下 再厉害的选手遇到资本也得认怂 谁知道未来会发生啥呢 京队肯定不会明目张胆地挖孙颖莎 其他队伍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一家独大 王楚清之前可是公开战队孙颖莎的 万一以后出了啥事 继队可护不住他 这时候京队就会看在肖战和马龙的面子上 全力保护孙颖莎 王楚清现在积累的人脉 将来可都是孙颖莎最坚强的后盾啊 所以说他俩的感情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也许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而是彼此扶持的知己 有人说王楚清退役后可能会进北京队 专门交左手江 孙颖莎呢可能会往管理方面发展 看来这两个人都在为退役后的路子做准备呢 可不是单纯的谈恋爱那么简单 他们都在为未来铺路 有规划 有条不紊的一步步走 王楚清现在的流量可不得了 完全可以吃一波红利 但他选择进入体制内 等于退役后只能裸奔了 很多排队等着的代言 只能放弃 从简单到奢华容易 反过来可就难了 退役后的他可能会慢慢淡出大众视线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孙颖莎与王楚清的沙头组合 作为混双世界第一 本应在中国大满贯赛上一展风采 然而 他们的缺席让许多球迷心生疑虑 为何这对默契十足的搭档未能参与 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的拆伙已成定局 这一切引发了对两人未来发展的热烈讨论 首先 沙头组合的强大实力不容小觑 孙颖莎和王楚清作为年轻的拼弹双子星 评级极强的技术能力和高度的配合度 屡屡为国拼赢得荣耀 两人合作的混双项目 从默契到成绩都让人赞叹 然而 这一次他们为报名中国大满贯赛 球迷的猜测随即而来 他们的合作会不会逐渐走向终点 答案或许与时间和精力的分配有关 根据外界预测 王楚清在巴黎奥运会后 将更加专注于单打项目 而孙颖莎同样面临着多项赛事的压力 两人年纪增长 在洛杉矶奥运会前将接近28岁 身兼多项显然不在现实 这意味着 继续在混双赛场上奋战的可能性 在逐渐减小 作为运动员 他们必须在单打 双打 混双之间做出取舍 或许 巴黎奥运会将成为 沙头组合的巅峰时刻 但之后再度携手出战的机会 可能不多 虽然两人未能出现在 中国大满贯赛的赛场上 但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讨论 却从未停止 尤其是CP粉对两人恋情的关注 更是将这对搭档 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于这类猜测 孙颖莎曾在采访中 谈到与王楚清的合影与拥抱 而这些简单的互动 却被CP粉解读为恋情的蛛丝马迹 再加上王南丈夫郭斌提到两人 曾在春节期间一同拜访的消息 这一撰文愈加发酵 回溯两人恋情撰文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休斯顿士拼赛期间 当时 孙颖莎面林吴主管教练的尴尬 王楚清的及时帮助 让这一局面得以化解 两人不仅配合默契 场下的互动 也被外界看作亲密的象征 再加上国平内部人员的调侃 两人之间的关系 似乎成为了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 究其根本 孙颖莎与王楚清的CP感 不仅仅源于场下互动 更在于他们场上的互补特质 两人年纪相仿 颜值出众 均在拼弹拥有亮眼表现 他们的组合不仅仅是在 技战术层面上无懈可击 还在形象上赢得了大批粉丝的心 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 他们的个人特质与成绩相结合 几乎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球迷热捧的对象 正如美国作家马克·土温所言 名声是为了制造更多的误解 在这个信息化 快节奏的时代 外界对他们关系的揣测在所难免 但无论这些撰文是真是假 真正令人难以忽视的是 球迷对沙头组合的深厚感情 这对搭档不仅在竞技场上 给观众带来了无数惊喜和激动时刻 也让许多球迷 从他们的合作中看到了无限可能 即使未来两人因赛程安排 或个人发展拆伙 球迷的支持仍然不会轻易动摇 从两人无数次的同台竞技 到场外的点滴互动 这份感情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 纵观体坛 类似的组合时有拆伙 时间和选择终究会带来改变 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 必须做出最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决定 孙颖莎和王楚清亦如此 巴黎奥运会或许是他们 混双生涯的最后一战 之后的分道扬镳 未必不是更好的选择 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 在变化中 最强大的是选择的力量 不论未来走向如何 他们的选择 终将是基于长远利益的智慧之举 国拼这一次能够奥运包揽五金 孙颖莎和王楚清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两人组成的混双组合 一路过关斩江 战胜了神秘之师朝鲜混双 帮助中国国拼拿到首枚混双金牌 卖出了国拼包揽五金最关键的一步 不过在单打项目中 两人都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尤其是孙颖莎 距离大满贯只差一步 但是最后却遗憾输给了陈梦 无缘创造最快大满贯记录 对于王楚清和孙颖莎来说 这一次奥运会 他们两个都是身兼三项 其中都压力肯定也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身体产生了巨大消耗 因此单打项目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在结束巴黎奥运会之后 近期国拼新奥运周期的比赛 终于拉开了序幕 尽管他们还非常年轻 但是对于每一个乒乓球运动员来说 单打项目才是最主要的项目 所以在近日 他们两人也是宣布了重要决定 相信很多球迷都知道 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王楚清曾在采访中谈及暴冷原因 他否认球拍损坏影响手感 他表示因为奥运身兼三项压力太大 他一时间吃不消 所以才造成了这一次的失利 很明显 因为身兼三项的原因 王楚清和孙颖莎单打项目都受到了影响 因此 王楚清和孙颖莎也官宣了一个意外决定 那就是正式退出9月份的混双项目 在接下来的奥运周期当中 他们尽可能把重心放在单打项目上 希望能够在洛杉矶奥运会圆梦 当然 作为国拼的核心 孙颖莎和王楚清的这个决定 也是得到了国拼的批准 在近期 国拼也是打造了新的混双组合 不得不说 王楚清和孙颖莎混双世界第一 他们的组合确实非常强 但是为了在单打项目取得荣誉 他们也不得不放弃混双项目 全力追求单打金牌 这也是每一个乒乓球球员的职业目标 所以他们两个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希望在新的奥运周期当中 他们两个能够一切顺利 顶峰相见 四年之后 谁将代表国拼征战混双 此刻看来为时尚早 却也有答案 孙颖莎透露 在夺得杭州亚运会混双冠军后 王楚清主动相约继续征战 书写亚运三连冠的伟业 可是那时 两人已经算得上老江了 参加单打 参加双打 参加团体 参加混双 身兼四项 未必有足够的体力 2017年获得亚青赛冠军 2018年获得亚加达亚运会冠军 青春风暴 席卷赛场 2021年上演著名的南洋十二巅 留你在身边 此后一路开挂 两夺士兵赛冠军 蝉联亚运会冠军 问鼎奥运会冠军 商业赛冠军更是不胜美举 书写前无古人的成绩 如果可以 我们希望这样的冠军组合 一直走下去 但未来很美好 竞技体育很残酷 措施巴黎个人项目的金牌 他们的职业生涯 似乎略显遗憾 好在还年轻 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去追寻 作为团队的一份子 他们完成了 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 时光荏苒 这样的光辉 永远均刻在岁月的尘埃里 回到现实 球迷们不应过于沉浸于 恋情的猜测和组合的变动 而应将目光更多地放在 他们为国争光的实力和表现上 毕竟球员们终究是站在赛场上拼搏的运动员 而不是娱乐圈中的明星 他们的职业生涯 需要面对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挑战 而不是网络上的各种揣测和谣言 对于孙颖沙和王楚清来说 未来的路依然充满未知 或许 沙头组合将因比赛和现实的压力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无论他们在场上是并肩作战 还是分别为国争光 球迷的支持都将是他们继续前行的动力